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4月11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Jennifer 加拿大针对莫斯科的最新一轮制裁 瞄准了俄罗斯的国防工业 加拿大外交部长梅莱尼·乔利表示 新的制裁措施对俄罗斯国防领域的33个实体施加了限制 他说 这些组织直接或进阶地向俄罗斯军队提供了支持 因此成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同谋 新一轮制裁对包括莫斯科物理技术研究所Integr SPB 和Chipyard Vempel GSC在内的实体实施资产冻结和禁令 继俄罗斯于2月24日入侵乌克兰后 加拿大对俄罗斯 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700多个个人和实体实施了制裁 自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来 加拿大也对1100多个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 加拿大宣布针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实施新制裁 加拿大外交部长梅莱尼·乔利在一份声明中说 加拿大一直并将永远支持乌克兰 今天的措施是我们坚定支持乌克兰及其人民的最新证明 声明说 我们将继续支持为自由而战的勇敢的男女们 我们要求追求那些应对暴行负责的人的责任 虽然Omicron病例迅速上升并在1月初达到顶峰 但加拿大的病例数字下降速度几乎与上升的速度一样快 不过 感染和住院人数于过去数周再次攀升 所有迹象都显示正出现第六波疫情 很多国民可能想知道还会有多少波疫情 以及疫情合适结束 专家表示 这些问题仍难以回答 多伦多大学健康网络感染预防和控制医学主任霍塔向CTV表示 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因为真的不知道 有关答案要取决于数项变数 现在对未来的洞察力不足以了解每个变数的发展方向 满迪克·麦吉尔大学助理教授兼犹太人全科医院传染病专科医生奥托说 有理由预期SARS-CoV-2病毒不会完全消失 相反 它可能会继续一波又一波地出现 特别是在那些人未接种疫苗的人当中 此外 也有可能发展成季节性疾病 类似感冒和流感季节 在11月到3月之间频繁地传播 奥托指 围绕疫情大流行轨迹的不确定性 还延伸到普通人需接种多少加强剂量 才能维持对病毒有持续保护的问题 加拿大国家免疫咨询委员会NACI 最近发布第四剂疫苗的新指引 建议80岁及以上 以及住在长期护理院或其他聚集环境中的人 接受第二剂加强剂 迈克马斯特大学生物化学及生物医学科学系副教授米勒表示 即使有这些建议 仍不清楚长者和普通人中的其他成员 需持续多久注射加强剂 才能保持免受病毒侵害 他说 研究显示 疫苗保护似乎在接种数月后就会减弱 因此建议国民在未来接种更多剂量的可能性很高 公众因期望将继续接种加强剂 问题指示频率如何 这将取决于不同变种病毒的存在方式 以及所引起病毒的严重程度 霍塔补充 患严重疾病风险较高的人 可能较其他人更频繁地接种加强剂 包括年龄较大的人 奥托称 很难预测疫情大流行的进程 以及需多少剂量的疫苗才能防止感染 原因是随着实践的推移 可能会出现新的变种 而病毒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新的突变 另一方面 辉瑞与其合作伙伴BioNTech及莫德纳等制药公司 已开始生产专门针对Omicron BA-1变铁的刺突蛋白的疫苗 但其临床试验的数据尚未发布 因此奥托说 现在很难推测新疫苗配方的出现 即可广泛使用的时间 霍塔强调 疫苗不是唯一可用于预防病毒的工具 疫苗不会完全消除病毒的 米勒则说 因考虑采取其他措施来帮助减少病毒在公共场所的传播 包括继续在室内配戴高质量的口罩 此前一直有一种说法 一旦感染过病毒后就会产生免疫力 但是专家说 随着免疫力下降 即便接种了三剂疫苗 再次感染新冠病毒也很常见 来自SARS的Christine Ans说 当快速检测结果显示 她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时 她感到震惊 因为 Ans已经接种了两剂新冠病毒疫苗 并接种了第三剂加强疫苗 但在2月初还是感染了病毒 她认为像她这样再次感染病毒应该很少见 周五这个面包店老板说 大约三四天前 我开始感到恶心 心想 这感觉就像新冠病毒 在连续进行了五次测试后 今天结果呈阳性 这确实让我感到惊讶 因为我采取了几乎所有措施 却还是被感染了 现在我已经感染过两次了 我觉得自己彻底败给病毒了 本来COVID-19的再次感染 被认为是不寻常的 但这是在Omicron变种病毒出现之前的看法 萨省首席卫生官萨奇布 沙哈布博士上周表示 因为Omicron是如此的不同 以前的感染并不能保护你 她说公共卫生数据表明 在最近感染过BA2的加拿大人中 多达10%的人以前感染过BA1 或更早以前的病毒 例如Delta变替 这与最近在英格兰进行的研究一致 该研究报告表明 病例中有10%是再次感染 沙哈布说 这表明你曾经感染过Omicron 并不意味着你现在百毒不侵 并非所有省份都公开报告再次感染率 安省公共卫生部门表示 自2020年11月以来 已有近12000人两次感染COVID-19 目前的再感染风险被认为是高 魁北克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表示 自Omicron出现以来 魁省推定的再感染人数已大大增加 在1月份的一份报告中 魁北克报告 每1000例原发感染病例中 有32例再次感染 自2020年5月以来 有近9000人被怀疑再次感染 萨斯科车温大学的流行病学家 纳吉姆·穆哈加林说 与其他病体不同 Omicron在突破由疫苗 或先前感染引发的免疫方面 要厉害得多 穆哈加林说 他不仅能够躲避免疫力 而且会选择在人们免疫力下降的时候 他补充说 自大多数加拿大人 接种完两剂疫苗以来 已经过去了3到5个月的时间 这个时间点有双重危险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看到更多人再次感染Omicron 卫生官员继续建议人们 完成他们的两剂COVID-19疫苗后 接种第三剂 如果符合条件 再接种第四剂 萨哈普说 疫苗确实可以很好地对抗严重后果 例如住院和死亡 就算你在过去的某个时候 感染了新冠病毒 你也可以等待两周到三个月的时间 来获得加强人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表示 在全国范围内 约47%符合条件的人 接种了第三剂疫苗 尽管已经得了两次COVID-19 但Christine Enns表示 如果符合条件 她将毫不犹豫地接种第四剂疫苗 她说 我觉得如果我没有接种疫苗 我肯定会住院 因为我患有二型糖尿病和哮喘 她回忆说 她认识一名未接种疫苗的人 因COVID-19独自在医院死亡 这种经历很可怕 虽然我也在家感染病毒生病了 但我会活下去 多伦多新报近日报道了 专栏作者Bob Aaron的文章 引用地产律师的话 对楼花销售发出警告 指出那些押注于交楼前 转售合同的买家可能会陷入困境 被迫完成交易 文章称 多伦多房地产律师Mark Morris 对越来越多的楼花买家 发出了警告 在当前炙手可热的房地产市场上 这些人压住自己的购房合同 在交房之前就能转手 如果这些买家被迫完成交易 他们实际上可能买不起房子 无法完成交易 Morris和一些律师同事 在新建筑房领域 看到了这个日益严重的问题 他说 过去 十分之九的人会表示 他们购买房产是为了出租或自用 然而 过去六个月 几乎每个被问洁的人都承认 他们购买这些公寓完全是为了转让 即在交房之前将合同转手卖掉 Morris的业务代表了许多楼花买家 他感到不安的是 大量向他咨询的人 如果被迫完成交易 将无法负担他们正在购买的房屋 文章称 大多数建筑商的合同要求买家提供有资格获得房贷的证明 以便完成购买合同 这给了建筑商及其建筑贷款机构信心 相信买家能够完成交易 Morris透露 许多买家向建筑商提供伪造的文件 这就有问题 如果未来几年市场停止上涨 楼花买家无法转让合同 将对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 Reality Inc.公司的经纪人John Parcelis也表示 他从房地产经纪人那里听到过类似的故事 他同意Morris的看法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趋势 很多投资者明显数价过高 并希望价格和租金以每年20%的幅度上涨 但我不乐观 Sean Steelman是Mortgage Outlet一名房贷经纪人 他表示 我知道有些经纪人会收取500元 只要提供身份证和购买合同第一页的复印件 就帮你批贷款 他补充道 一些大型银行的主管告诉我 当要求确认预批时 大多数都是假的 Tess Davis是多伦多的一名房地产律师 他表示 我同意Morris的看法 这是一个危险的投机市场 但他最终会烧毁任何没有足够资本或信贷 来完成交易的人 文章称 教训是在没有足够现金或现贷的情况下 购买房地产 会带来巨大的改变生活的风险 大家好 我是月宇族播Sarina 我们温哥华港湾TV最近开了一个全新的月宇频道 用广东话和大家一起关心温哥华和看世界 月宇频道将会在星期二至星期六持续更新 我们新频道的连结就在下方 欢迎各位订阅和赞同我们的新频道 以上就是本期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